俄羅斯總統普丁連任成功後 五月中立刻會見好麻吉習近平 表面大秀情誼 私下卻傳出案盤交易 普丁同化企圖心 更深向中國領土 自去年中俄互免簽證開通後 包子油條各種中式早餐 成為俄羅斯民眾新日常 已經有大量俄羅斯人出現在黑龍江省的哈爾濱 輕鬆實現一天出國遊 甚至南漂移民 更別提比哈爾濱更南方的山東青島 似乎早已惡化 路牌居然特地標示俄文 網友直言青島已經被俄國淪陷 東北三省也許就是下一個目標 接著就會擴展到中國全境 認為中俄免簽 對中國來說是喪權入國的條約 黑龍江周邊很多市民都開車到俄羅斯加油 因為俄羅斯的有每升4.5元 免千利多也吸引中國人跨境加油省錢 但不只民眾金打細算 中俄領袖算盤打得金也傳出為能源利益 槓上 英媒金融時報指出 俄國輸送中國的天然氣價格 就被中國狠殺到地板架 最終導致計畫談判中斷 就算交情再怎麼麻吉 從同化爭議到能源價格 瞧不攏 惡中合作 各懷鬼胎 三立新聞 楊俊宗報導